下面一個叫做橄欖石 我咧一個有顏色的字都沒有 什麼意思啊 不重要 不用管 但是有一件事重要 有一件事重要 地質學上 用石頭這個石字代表的是礦物 用岩石的岩字代表的叫做岩石 所以學完地科之後 不要再跟我講什麼大理石大理石啊 他說大理岩 大理岩 不要再講什麼石灰石啊 我是石灰岩 因為他們都是岩石 都是岩石 你跟我講大理石啊 我那種在幹嘛 反正就是習慣嘛 而且沒有大理石這種礦物 所以我再來講什麼 可是如果你心目中 想跟我講的叫做 這玩意兒 橄欖 結果你嘴巴一直念 橄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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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講這玩意兒 我有點講這玩意兒 那就誤會就大了 誤會就大了 所以學完地科之後 請記住 石頭的石指的是礦物 岩石的岩指的是岩石 很多年前 畢業旅行 你們下個禮拜要去的時候 一畢業旅行 那年好像有點意外 所以學生臨時改變行程 跑到高雄去 他們說看一個沒有泡的泡台 沒有泡的泡台 然後那個學生應該是故意去整那個導覽的先生或小姐 就問那個導覽人員說 什麼是岩 什麼是石 導覽大哥說 大顆的叫做岩 小顆的叫做石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大顆的叫做 所以石會岩是大顆的 石灰石是小顆的 不是 石是指礦物 岩是指岩石 所以橄欖石本身不重要 但是石跟岩藥會分 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重要的 然後橄欖石就看看 然後這邊有個基性火層岩 那也不用把它高中 不是這邊有嗎 酸性 中性 我這樣帶過嘛 酸性 中性 基性 超級性 那是高中的才有這個名字 對不對 重點是後內的 它是跟海洋畢合 海洋畢合在那裡 但是橄欖石其實 橄欖石海洋全是全圓的關係 那橄欖石應該是一盤的主存物質 OK 好 下面這個叫方解石 菱形不重要 三的結理 當然請你背過 三的結理 當然請你背過 OK 然後硬度三 看看就好 也很少人問 我看過有人問過 我看過有人問過 但很少人會問 然後重點 看這樣看 看這樣看 所以加西酸會發生什麼事 冒泡泡 什麼泡泡 什麼泡泡 二氧化碳 你話老師教過 你看 碳酸鈣加西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我們不會講過嗎 石灰岩的礦物成分是方解石 化學成分是碳酸鈣物 所以方解石就是碳酸鈣物 所以加西酸會冒泡泡 產生二氧化碳 現在這個土石後交過了 你話老師交過了 這件是重點 這件是重點 那我會再講一次 這件事是重點 加上黏土 這五個字 古石後很愛他 現在不愛他 就是它的黏土被風化完之後 它的顆粒非常的細小 因為顆粒就很細小 所以不用講什麼精型 不用講什麼節理 都不用了 它小到 要用電子顯微鏡來觀察 以前來問 要如何觀察 打電子顯微鏡 現在這種蠢問題 現在已經沒人問了 我講過這叫做蠢死背 這叫做蠢死背 現在考試 不喜歡考蠢死背的 但是第一次放考 你只有蠢死背的題目可以考 所以就是要死背 你第一次放考 你第一次放考範圍的東西 幾乎全部都是純死背 結果好好背就對了 有背就有分 沒背就沒有分 背多分 背多分 真真背就對了 就背又分 OK 黏土方物 黏土方物呢 好 就聚合白色一路小的 看看就可以了 欣賞一下就好了 另外一個就是 後面跟前面有關的用途 普通黏土做磚網 就是黏土有品質好的跟品質不好 品質不好的 拿來燒紅磚桶 品質好的呢 拿來做陶瓷 陶溪跟磁器 你們家的馬桶 你們家的馬桶正常都磁器做的 你們家的金馬桶應該不會吧 磁器 好的就做碗 盤子 磁器 好的就來做陶瓷 那那個陶瓷一樣是高磷 高磷是誰來的 藏石 這邊寫著藏石 這邊寫著藏石 我們後面再講一次 藏石會風化成高磷 然後這邊做陶� 所以前面講到他做陶瓷的原料 做陶瓷的原料 這個東西 OK 就是黏土礦物 黏土礦物 好 這樣子我們就把一些 常見的造岩礦物給講完了 家倫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